Pranalogis 我是阿易飞陀医师July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放屁这件事情 以及你如何透过你吃的东西 瑜伽练习 甚至是生活起居帮自己养好肠胃道 让你不再臭屁连连 要如何预防放臭屁这件事情 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屁 在阿易飞陀我们说 我们可以将屁视为是身体所产生的某一种气体 这个气体 既然我们叫它说是身体里面的一阵风 那么它就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风元素有关系 而我们身体里面的诸多功能性能量当中 跟风元素有关的是一股叫做Vata能量 所以我们说身体会产生P 有可能是因为身体里面的风元素过高 或者是你的Vata能量过高 而P又分为了好P跟坏P 什么叫做好P呢 我们说好P就是身体里面产生气体之后 它能够被自然的排出让你不会胀气 让你不会长脚头让你不会肚子痛 而这些好P它的特征就是你放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有味道 它不会夹杂着食物的味道或者是腐臭味 或者是甚至粪便的味道 那什么叫做不好的P呢 不好的P当然就是包含了很奇怪的味道 有个人会有菜的味道 有的人会有可能食物放了很久的腐臭味 或者是粪便的味道 又或者是你今天放P的频率过高 又或者是放P的量过多 还有一种不好的P就是 它不是从你的肠味道里面发出来的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哈?P不是应该都是从我的肠味道 从我的肛门发出来的吗? 不是 有些人他们如果说身体里面的Vata能量不平衡的话 他有可能会在排尿的时候 从尿道产生气体出来 尿道排P 也有可能有些女生 他们因为Vata能量过高 人在生理期身体在排精血的时候 阴道在排精血出来的时候会夹杂的P 而这个P就是不好的P 是我们需要做调整的P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P排不出来 肌在肚子里面变成胀气 那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失和 我们以后有机会会再跟大家介绍 如何做居家的一个保养 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P有哪一些种类 好P跟坏P之后 身体为什么会产生P 我们为什么会放P 首先我们说P是身体里面的风元素 是我们的Vata能量 所以只要你身体里面的风元素过高 只要你的Vata能量过高 你就有可能会产生过多的P 那么身体为什么会产生过多的风元素呢 我们说风元素在阿育沸陀来说食材的方面 如果这个食材它符合了轻的原则 符合了干燥的原则 比方说饼干啊 或者是一些 宝米香啊 或者说像是一些 比较具有干燥性口感 你吃起来会觉得口 嘴巴干干的 沙沙的 会需要喝一些水 就代表这个食材它的风元素的能量比较高 而这些风元素能量比较高 如果你在进食的时候 喝了过多的水 或者是你不喝水的话 通常就会有P的问题产生 而至于我们今天这个水要怎么喝 在什么地方喝 喝水的艺术又会是另外一堂讲座的内容 我们之后会再拍片跟大家做介绍 好 所以如果你常吃这些很干的东西 水喝的不够 或是水喝的太多 或是你都是喝冰水来配 甚至喝有气泡的饮料来配的话 你就很容易落入 让身体容易产生气 让身体容易放P的这一个大项目之中 除了吃过多的风元素的食材 会导致体内的风元素过高 导致于P变多之外 你的生活作息 如果说容易增加Vata能量的话 你也很容易产生比较多的P 什么叫做会产生Vata能量的生活作息呢 比方说你的生活作息不正常 OK 比方说你很容易紧张 你的压力很大 该吃东西的时候不吃东西 该喝水的时候不喝水 该上厕所的时候不上厕所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你体内的Vata能量就很容易过高 又或者是你常常做事情做得过头 比方说运动的时候运动过头 然后思考事情的时候思考过头 又或者久坐不动的时候 久坐不动过头 这一些现象都很容易造成Vata能量的增加 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的话 通常在这些现象之下 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会有胀气的反应 或者是放屁的反应出现 在知道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产生P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 为什么你的P都是臭P都是想P 而不是像其他人 他们放屁都可以传过水无痕 没有味道 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放屁了呢 原因在于你的肠道的环境 在阿玉肺图我们相信 身体里面如果你长期吃一些 你身体没有办法消化掉的东西 又或者是你长期在错误的时间吃东西的话 很有可能这些没有办法消化掉的东西 会累积在你的肠胃道里面 甚至身体的其他通道当中 形成一种叫做阿玛的东西 阿玛的范文拼音是AMA 当这个阿玛一旦形成之后 阿玛的特性有臭 有粘性然后它是冷掉的 所以所谓的冷掉是指冷掉性的意思 OK所以当你的身体里面气体产生了 又刚好遇到你的肠胃道里面 有很多的阿玛的话 被排出来的气体就会受到这个阿玛的感染 而开始有它的一些腐臭味 或是不好闻的味道出现 久了之后你甚至会发现 你的粪便也开始会有肝硬或者是湿软 伴随着都有恶臭味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会放屁 为什么会放臭屁 那接下来就是如何预防自己 首先至少你放的屁不要是臭的 刚刚刚应该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 为什么身体会有阿玛 因为你长期的吃错时间 吃错东西消化不良 所以调整你肠胃的消化道的能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阿玉废陀的观点当中 我们之前有说过 没有吃错东西 你不是你吃下去的东西 你是你消化的东西 没有吃错东西 只有无法消化东西 所以如何让你自己的肠味道 能够消化你吃进去的东西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在之前讲到 在上面这个连结的影片当中 我有提过 你可以试着观察你肚子会饿的时间 接着依照你肚子饿的程度 来选择你要吃的东西 身体要帮助你自己的消化道 好运作的几个原则就是 在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 再来就是要定时吃东西 吃的量要根据你当时的饥饿程度 来做决定 再来就是多吃一些有帮助你 可以帮助你尝味道消化的食材 比方说带一些热性的食材 像姜啊 孜然啊 甜回香这些东西 这些食材 又或者像阿味粉 或者像葱蒜 葱姜蒜在阿玉废图的传统来说 都是有助于消化力的东西 有的人会说 可是我吃大蒜 或者吃了洋葱之后会容易放屁 那么你可以在做洋葱 或是大蒜料理的时候煮熟 然后在里面加一些孜然的粉 或是加孜然的籽 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欧美的食谱 你就会发现 尤其像那个西欧这边 德国还有瑞士的料理 我们吃很多马铃薯 也吃很多所谓的包心菜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 吃马铃薯跟吃包心菜 会容易让自己产生胀气的问题 如果你仔细看这些食谱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食谱 你都会放一种食材 放这个食材的原因 就是为了要让你增加消化力 减低你身体产生 肠胃道产生气体的机会 这个食材叫做孜然 没有错 而如果我们去看一些肉食地区 比方说新疆地区 蒙古 这些地区比较多肉食 传统的这些地区 你会发现孜然在他们的饮食当中 也占了一个很大的角色 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家里面常被孜然 对身体是好的 除非你今天有对孜然过敏的问题 有些人因为他们脾脂的关系 所以当他们接触到孜然的时候 会容易口腔会容易红肿 或者是出现小红点 那如果有这些反应的话 就变成你要将孜然拉掉 可是因为孜然家族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可以来使用 所以如果说你有对于孜然过敏的问题 可是又想要强健你的消化道的话 你可以跟我联络 OK 那除了在料理当中加孜然之外 你当然还可以用孜然泡成茶来喝 在上面这支影片的连结当中 我有教大家怎么做孜然做成的所谓CCF茶 它可以帮你健胃整肠助消化 很多印度人甚至会在家里面 煮一大锅的孜然水 一整天就是喝这个孜然水 帮自己强顾自己的肠味道 那么我们除了用食材跟料理 来帮自己强健我们的Agni 然后平衡我们的Vata能量之外 瑜伽练习其实对于提升Agni 跟平衡Vata也有很好的效果 在我的上面这支影片连结当中 我们有一个强化Agni的瑜伽练习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着一起练习 又或者是在我的这支影片当中 有所谓的平衡Vata能量的练习 的瑜伽练习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看看 相信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如果我们把事情弄简单一些的话 有一个最简单的呼吸方式 可以帮助你强健你的Agni 强化你的Agni 你甚至在练习的时候 旁边的人都不会发现 你正在练习这个呼吸法 OK 第二如果想要跟我一起练习的话 你现在可以先将身体坐正 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接着把呼吸调顺来 自然的吸气 自然的吐气在这边 感受你的呼吸 接着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肚脐上面 如果你搞不清楚肚脐在哪里 你可以先用你的手摸一下肚脐在哪里 OK 确认好你肚脐的位置之后 我们接下来一起吸气 自然的吸气就可以了 吐气的时候数到四或五 把你的肚脐往内收 吐干净 接着自然的吸气 再一次吐气数到四五甚至六拍 让肚脐内收 再一次自然的吸气 吐气吐干净 让肚脐内收 最后一次吸气 吐气吐干净 肚脐内收 内收 收到底 自然的吸气 好接着把眼睛慢慢张开来 像这样子一个长吐气的 有意识的长吐气 有意识的收缩腹部 长吐气的这种呼吸法 它可以帮助你 把你体内的Agni带上来 也可以帮你平缓 你身体里面过多的Vata能量 所以一种呼吸法 可以达到两种不同的功效 那我希望大家在家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呼吸练习 你在办公室 甚至在等车 开车的时候 都可以来练习 唯一不适合练习的时候 是如果你今天怀孕的话 怀孕的妈妈 我会比较希望你 如果要练的话 肚脐收进来的程度 稍微收少一些些 不要收到底 会比较好一些 否则你会不舒服 除了食材 除了瑜伽练习 除了呼吸法之外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如何让你可以减少 放臭屁的机会 预防自己放臭屁的机会是 在生活当中 减少所谓毕业的这件事情 毕业的这件事情 什么叫减少所谓的毕业 比方说 你今天想上厕所的时候 请去上厕所 不管你今天是大号还是小号 请去上 你今天需要放屁的时候 请放屁 放屁是每个人的身体自然反应 你宁可让那个气可以出来 不要让他憋在里面 反而会出事 再来就是你肚子饿的时候 不要强忍着饥饿去做事情 你想睡觉的时候 稍微打个蹲 或者是做一个 Yoga Nidra的练习 瑜伽睡眠说练习 或者就是上床去睡觉 如果是晚上的话 就上床睡觉 如果你今天有眼泪要流的话 不要把眼泪往肚子里面吞 为什么 在阿玉飞头的观点当中 我们说所有身体要排出来的东西 都跟Vata能量有关 OK 都是由你的Vata能量 将它带出来的 而今天这股风要往外吹 你不让它往外吹 硬是把它堵住的话 这个风会塞在里面 会开始往其他的方向跑 脏气 放屁是一回事 更麻烦的是 它会造成其他的Vata能量 失衡的一些相关的疾病 那这些以后有机会 再跟大家做讨论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请从现在开始 改掉自己喜欢 憋东憋西的这个习惯 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 阿玉飞头如何帮助你 预防放臭屁 首先强健你的肠味道 强健你的肠味道 你可以透过食材的调整 可以透过瑜伽的练习 可以透过呼吸法 再来平衡你的身体里面的Vata能量 你可以透过食材的改变 你可以透过瑜伽跟呼吸法 最后最重要就是 生活作息正常 以及不要别 希望以上几项建议 听起来虽然很简单 可是大家可以开始 在生活当中 开始做练习与做实践 也希望时间久了之后 大概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 大家就会慢慢慢慢看到成效 如果在练习上 或在实行上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会在以后的影片当中 为大家做解答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